胡春华履职政治局 试图走向迷雾见散 有关中共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十九大后的去向 外界的说法越来越趋向一致 在近期中共密集举行的政治局成员集中的场合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胡春华亮相并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镜头中 其中12月20日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新闻联播 是胡春华现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进京的胡春华在中南海履行政治局委员职责 副总理走向说是趋势 胡春华目前只有中共党内的政治局委员身份 有关胡春华的去向 外界认为可能有两种去向 一个是担任国家副主席 另一个是严习其前任汪洋的路线 出任排名第二的副总理 中共十九大上 外界呼声甚高的胡春华没有进升位常委 彼时 有台湾媒体称 胡春华将是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可能人选 而12月11日 香港南华早报 东方日报网站则刊文称 胡春华和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 政治局委员刘鹤与孙春兰一起 有望在明年中国两会上入阁成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分析人士认为胡春华到底是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还是出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亦或还有第三种选项安排 现在还无法下结论 不过越来越多的观点倾向认为 胡春华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相关任命将在2018年3月中共两会上得到最终确认 有分析指 60后的胡春华 现今不过50多岁 即便此届没有入常 仍有不短的历练时间 其未来的可能性依然丰富 嗯